因為我們的課真的很少 所以我已經拿掉很多 就是拿掉一些東西了 我會想辦法再把它拿掉一些東西 因為 以前比較不喜歡拿到東西 因為看你將來有可能會不會 就是你就所說很好的 所以比較不去拿到東西 但是我現在覺得時間太短了 所以我們可能會 比較重點的方式 那你如果說你看看 你覺得說 比如說你將來有時候在寫 比如說你要考遊戲的話 然後不會寫你就拿回來問好 我們 用完之後就覺得 這個遊戲都沒有交到 或是說你拿票到我 你再回來跟我說 我們在 上次跟大家開始 介紹這個 那 那 我們也花一點時間 跟各位 這個講到第九章 因為要看你的部分介紹完了 所以我們要開始呢 很正式的進入這個 有機化物 這是 不在課本裡面的 這個 各位講不在課本 實際上它是 算是在你一個章節裡面 那我會習慣在這一個學習第一 前面前面跟你講 進入我們這關門機之前 來學一下 這樣你會 幫助你會容易去 進入狀況 我們 上禮拜有別的一張紙 上面有三個不同的 Good A Good B Good B Good A指的是 這個排二比較高的 也就是說呢 當我化合物 帶有這些關門機的時候 你要把它視為是 這個優先的順序 那這些關門機的存在 代表的意思是說 這個化合物呢 會表現出 以這個關門機為主的特性 以這個關門機為主的特性 所以當然可以它來表示了 對不對 所以我結構當中 帶有碗裂 又帶有酸 化合物的結構特性呢 會以酸的特性表現的時候 當然這樣子酸的去秘密 我會說它是一個碗 用眼鏡就有點誇張了 這個這麼遠嗎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 上次跟各位找的 那些條件 有幾個 criteria 第一個呢 是要找出 取代器的優先事區 因為 這個學期 我希望我能夠把你們 上到比較後面的章節 可是因為這學期 真的很多 非常多 所以我們必須要 稍微再跟你再講 大家看這些東西 是合外跟你講的 是合外跟你講的 好 所以你們要體驗一下 這個會講比較快一點 但是你們要回去練習 要回去練習 找出你的優先 這個取代器優先順序 裡面有 Club A 那Club A裡面 事實上是跟大家看過 你那個表面裡面有的 有酸 有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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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沒有問題 所以 A就是 之前所看到的這些 Coplasic Acid 那Coplasic Acid 它放在 取代器當小音looking 的時候怎麼寫 當作主要的 關能基的貢獻者 的時候要怎麼寫 我們在表屏面都有 對不對 在表裡面的這個PickBit指的是當取代機的時候 PickBit指的是你當這個主要結構的這個主要的命名的時候 所以有包括Cicic 你會看到Albipi 你會看到P-Tone 很多 下去你會看到Albipi 會看到Ini 那它都有放在取代機 也有放在當這個主要結構的時候的寫法 不能搞混的 不能夠搞混的 所以這個是優先順序最高的 它的優先順序排列 所以要往下 完整的在你的表裡面 往下 這是順序的高低 這邊是高的 這邊是低的 好 那我們如果再往下看 都沒有這些具有很特色的這個關節機的時候 往下看 你會看到呢 第二種類型的是Alkin跟Alcon 是C跟缺類的分子 相較碗類來講他們已經開始帶有不好的建樹 它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念計畫 這什麼重要的觀念計畫 C類開始有C類一堆反應了 缺類開始有缺類一堆反應了 它反應其實大致有一個惋惜了 對不對 所以當然C跟缺就開始扮演角色 它也可以去決定一個化合物的重要的這個化學性質 好 那我們來看看 C跟缺一般呢 如果遇到了這個前面的Boot A的時候 它呢都不會扮演鬆角角色 它呢只會隱藏在組件當中 它不能夠拿來當作這個至尾的這個結尾 結尾 那如果結構當中只有出現C跟缺的時候 它又同時出現 那你要怎麼幫這兩個東西判斷 要怎麼幫Alkin跟Alcon做判斷 如果呢 同時出現 然後呢 我們要以號碼排序比較低 也就是說你在做這個排序編號的時候呢 低的那個呢 為優先 比如說呢 你看到一個五個碳的結構 這是一個五碳的結構 這邊是一個三件 這邊是一個雙件 我從左邊算過去呢 是 1 2 3 4 5 我又從右邊算過來呢 1 2 3 4 5 我這樣算過來呢 在1號的位置我就碰到三件 從右邊算過來呢 在2號的地方碰到雙件 所以呢 我要以最快碰到有關門機的最關門算型 不能算這一條 因為這邊在2號的位置才碰到第一個雙件 這邊再碰到五號的三件 所以要以這樣算過去為主 好 這是五個碳 五個碳的碗類怎麼寫啊 叫pentane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作 這個 本來是Tn Tane 對不對 我現在有三件又有雙件了 所以這個ane要拿掉 怎麼寫呢 你要寫成Pent 接下來是什麼 撥有兩個位置 一個是1i 這個是1i 這個是1i 這一個是3e 對不對 1號是一個yne嘛 缺類的嘛 3號是一個ene enc類嘛 對不對 就是ene啊 3yne啊 它的字文 好 我要去寫它的時候我知道它是1yne 3ene 那我該把誰寫在前面誰寫來後面啊 3先寫還是1先寫 為什麼 好 終於有人講對 對不對 要看你的字母順序 字母小的寫在前面 所以要寫什麼呢 寫3e 1 然後呢 後面呢 是1i 這是它正式的命名 這是它正式的命名喔 它為什麼這個e 字寫的命名就寫了 1跟5i後面是兩個 這種母音重疊 所以是拿掉那個e 這不是第一次看到的 對不對 我們以前學到很多遇到的 重複的時候就是要拿掉 前面那個是至少要拿掉 所以是pantry in 1i 就是你的命名寫吧 嘿 那如果今天我遇到一個例子 是長這樣子的 也是5個碳 結果呢 我從這邊算 1 2 3 4 5 我從右邊算 1 2 3 4 5 竟然是一樣的 都在1號位置就碰到 這邊在1號位置就碰到 這個elkin 這邊在1號位置碰到elkin 那我到底 該以這邊去算 還是以這邊來算 這個時候呢 如果 這個號碼排序一字 號碼排序都是一樣的 而且其他沒有其他官能機喔 號碼排序一樣 而且沒有其他官能機的條件 像這個意思 號碼排序一模一樣 沒有其他官能機的條件 這個時候呢 則以elkin為主 以elkin為主 所以呢 這是一個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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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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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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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ethyl,像是acassio,像是helloin,毒素类的啦 毒素类的這些啊,就是秀啊,律啊,佛啊,典啊這些的 然後nitro,bundle II的 ethyl是什麼?像是甲肌啊,乙肌啊,等等的 那acassio是什麼?CH3O,所以就是所謂的messacio這一種的 或者是呢,那種斑鈕,斑鈕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一個雙腱,一個雙腱的懸帶肌,它當懸帶肌肉的時候 或者是eleo,eleo是 這樣子,三個看的,丙希基,這個是乙希基,這個是丙希基的 這一種呢,對你們故事義裡面呢,不分大小 不分大小,這些呢,我們不去幫他做優先順序的排列 所以當你需要的時候,怎麼去排列他?按照你的字母族群 如果,如果遇到的同位置 我們到這邊看一個意思,就要把他講出來 好,所以我們現在呢,對abc這三個不同的族群都有點認識喔 可是呢,你認識他之後,你還是要用他齁 所以要告訴你,當我決定出取代機優先順序 也就是說,我把abc給都找出來了 我問到誰是a,誰是b,誰是c的時候 第二條,第二個原則,你要找出最長主念 這個不會很奇怪喔,這個在我們學到 欸,OK,尚從普報說,我就教過你們了 要求進出最長的主念 但是呢,在這邊呢,他是要含最高莫洶順序之關門機 什麼意思啊?如果呢,你在一條一個外屋裡面 你看到好幾條可能的碳鏈長,它有9個碳,7個碳,6個碳 可是其中呢,本來正常來講 我們在碗類的裡面呢,都會告訴你說 你要選擇最長那一條,9個碳那一條 可是如果它是含有這關門機的時候 你要出去看喔 這個關門機裡面呢,如果你有abc或是abc的時候 你要去設定,裡面一定要含有 你這個最高莫洶順序那一條,才是你的主念 所以如果有9、8、7,這樣子不同的主念的鏈長 如果第七號,這個有七個蛋出的碳鏈體裡面 是含有酸的,你還是要把它當作是你的主念 因為你的主念必須是含有最高優先順序的那一條 我們等一下看一些歷史,就沒關係知道來跟你講什麼 然後呢,編號 1 這一個最高優先順序的關門機,它的最小編號那一章 我會開始比較高 這一個最高優先順序的關門機,它的最小編號那一章 我會開始點 很像我們之前教過的環類的這個祕明,一樣齁 跟之前的環類的祕明是一樣的 第三 握舞 這個 特殊高速 順序的關門機 沒有特殊高速 順序的關門機 都是不吸的為主的話 則 一 回到像我們以前所學過的這個 這個 順序的排序 如果你必須要放上這個 其他的關門機的時候 Full C的關門機的時候 請你以最快能夠碰到Full C的那一端 為你的起點 為你的起點 然後你如果要碰到 在兩端算過來 序號是一樣 也就是說我從左端 我從右端算過來 都是在第二個就碰到的取代機 那到幾個那邊拍時 有在第二個取代機再算起 你如果兩端就 誒我這邊碰到第二個碰到一個AT 這邊過來碰到Nitro 那我到底有看從哪一端 那一端算起 你要再往下去去算 看哪一端碰到第二個速度比較快 比如說這個過來它第二顆又有了 這邊呢碰到兩顆都才有 那就以這一段為起點 你要看到這個例子嗎 我個人來說 多做一個調認 也要講聲 很適合 有的 大建築 出的時候 有的是 elet 好 C 如果你的取代器是在N上面 不是在碳鏈上 在蛋原子上 你就要以N什麼從來表示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是N上面有一顆甲金 那你要什麼寫 你要寫N Matthew 現在一定很多疑問 沒關係 待會他就一個是要來講 好 第四個 如果呢你今天一道一根畫物真的太厲害了 所有的取代器順序什麼都一樣 一模一樣 這種情況就不容易發生在環狀畫面上面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呢 順序要怎麼去決定呢 順序要怎麼去決定呢 要Alphabetic Hold對不對 要以你的這個字母順序 就是Alphabetic的那個數據去決定它 這邊再給你布習的齁 這個地方再給你布習的 哪些是要算進去呢 哪些是不算進去 你記得吧 不能算進去 這個是母排區裡面的有誰啊 這一種在表示你的形狀的 裡面的set turt 這種都不算進去 基本上就是什麼 這個set turt 這都不算進去 然後呢 表示樹木的 dile tri tetra 這些都不算進去 按哪些要算進去 syncl 算進去的 以表示形狀來講 只有iso 要算進去 iso opio 那個iso 對不對 還有什麼要算進去啊 cycle 表示你的環狀形狀 就要看進去 它的字母順序 這個i 跟這個c 是要算進去的 剩下這些set turt dine tri 你都不看這些字母順序 都看它的下一個 比如是setbeautil 你就看beautil的b 但是如果是isobeautil 你要看isobeautil的i 這有點討厭齁 這規則人家view 但是呢 這個isobeautil的i 你只要記得 就這兩個而已 不會有其他的 所以看到這些通通都不算 除非你看到iso 跟cycle 這兩個要算進去 就這樣子 OK 我們要開始來看幾個例子 你先把這邊寫完 然後想一下 我把幾個例子給你寫出來 其中包括上次 給你的三個練習齁 如果我去練習的話 你大概會知道 我去如果練習的話 你大概會知道 這個 不是很好秘密齁 不是很好秘密齁 你的天啊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可以練習一下 就好 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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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很快 你得到 你得到 生姜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聚關鍵 好我們等一下看這幾個 這二個再回去練習練習 然後呢只要這幾個我們先來看看他怎麼去寫 我們來看第一個 我們來看啊 觀察一下 這裡面的取代器來講 哪一個是高的啊 有佛 有兩個 感覺很厲害對不對 可是佛是GOOSEED的 所以我看到的LK 他一定是最高的取代器鍵 對不對 那靠最高取代器鍵的時候呢 我有1 2 3 4 1 2 3 4 這裡可以當取代器啊 那這裡可以當是主鍵啊 那是哪一個為主啊 上面這個為主 為什麼 因為他有兩個取代器在上面 好 如果我認清楚這件事情之後 我開始幫助編號了 1 2 3 4 所以我看到什麼 他是一個BOLO BOLO 3 MESILE BUT 1 E 所以我可以建議所有的主鍵結構 BUT 這是一個BUTIN 對不對 BUTIN BUTIN 然後他的IN是哪個位置啊 在1號位置 所以他是BUTIN 在1號位置 在舊的IUPA7 會把這個E 提到前面來 可是因為我們話會越來越複雜 跟大家講過 你什麼都提到前面來 前面拿放得下 所以所有的問題都提到裡面去 表現他的位置在哪裡 最好是你的IN 3號位置 OK 往前面去看 我有FORFORDIFORO 3 MESILE DIFORO的代是不能看的 所以你要看F 對不對 這是F跟M去比 那當然是F要放在前面了 F要放在後面 所以放後面怎麼寫 MTHYL 然後呢 是3號位置 然後再往前畫 就 4 4 DIFORO FORFORDIFORO FORFORDIFORO 3 MESILE 你不能夠只寫一個4喔 而且4 4 表示什麼 你有兩個FORO 都在4號上面 都在4號上面 你寫一個4號就懷疑說 欸 你有一個4在4號 在4號上面 到哪裡去了 誰知道呢 誰要寫出來 好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有點不太一樣了 下面這個不一樣在什麼地方 它一樣 結構當中有兩個FORO取代 FORO取代 這邊呢 有一個MASIO 然後呢 有雙劍 其實我你知道是ELP為主 對不對 ELP為主問題就來了 我有1 2 3 4 1 2 3 4 剛剛從這邊算過來 因為雙劍最大 現在算過來呢 雙劍很大 它這邊也很大 下一個往下比是誰 看誰先遇到關聯機嘛 我在1號上就遇到2關聯機了 所以我當然是要從左邊這個探算編號算起來 這邊是一個什麼 1 1 DIVORO 2 MASSIO BU 大贏 好 就往下看 我要怎麼寫這個 這個分子齁 這是一個 四個碳的結構 叫BU10 BU10呢 本來你把BU10換成是 雙劍的時候變成BU10變BU10 把A拿到ENP嘛 這邊 後面 E會變成一個 DAIN 這是一個雙 兩個雙劍 我們把它稱之為是DAIN 兩個雙劍的意思 這個時候後面呢 它的字尾A不再碰到E了 所以這時候A要出來 然後寫成什麼 1 3 DAIN 之前拿掉A元是因為A跟E是充分的 或是母音 所以拿掉A 現在呢 你其實後面借策是講B的 這次畫學命名很麻煩的 不過考照理事 我不會考你直接考過來 所以你看這個你一定看得懂 你一定看得懂 你只是偶爾懷疑說為什麼要A 也偶爾懷疑這樣 但是你看到名稱 你一定知道我在跟你借什麼東西 所以你是遇到的是母音量中間的時候 你要是拿掉一個 所以本來是BU10變BU10的時候 A要拿掉 所以你剛剛看到前面這邊 我們那個A都不見了 但是這不行喔 因為BU10指的是四個的意思 BU10指的是四個意思 跟PENTA是一樣的 你如果學過這個命名的時候 這是特別的命名 BU10指的PENTA都是一個順序 數字的這個命名 好 所以主電是一個BU1013DINING 這邊是一個33MASIO 這邊是一個11TIFOWER 所以一樣MASIO下來 2號 然後呢前面 我講一下下面是11TIFOWER 那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你看到這個名稱 你只會畫出一個結構 你不可能看到這個名稱 畫出兩個結構 如果給你一個WHATCH結構 你有可能會寫出 後期的不同名稱出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要給它做一個 很正確的命名編號 好 那這個編號絕對沒什麼 這個什麼多大的學問 它就是給你一個規則 就像我們在編門牌號碼一樣 我們總不能說你家住哪裡 我家住在支路口旁邊那個書 旁邊的30公尺左右的位置 旁邊有四間房子只要是哪一間是你家 所以要有一個很正確的命名 你家要有這個縣市 要有裡 要有路名 要有這個號碼 甚至要樓層 樓層知己 這樣才能夠正確的給你一個正確的號碼 早期來講真的沒有什麼幾樓知己 大家都是獨棟的 是哪幾樓知己 所以只到了號而已 對不對 後來發現開始有這個公寓出來了 所以開始有三樓二樓 四樓五樓 後來發現這樣不夠用了 因為層樓有五間 所以開始五樓之一 五樓之二 五樓之三 五樓之四 五樓之五 這就是沿著你的時代改變 就像房子一樣 只是我們現在在話學裡面來講 是把結構越做越複雜了 越做越複雜了 所以只好想出其他方法 進來再去對這樣的這個分子去做命名的動作 好 我們再往下看 上面那個分子是一個六環的分子 是一個六環的分子 我們來看它 這個六環的分子長得很特殊喔 上面有三個關人機 這三個關人機裡面優先順序是怎麼樣子的 是什麼樣子的 這是一個卡巴斯克阿斯 這是一個HOMEO LT核的取代基 這是一個Keyton取代基 所以誰最大的 當然是這個是最大的 這個是最大的 所以呢 這一個分子的主要都叫什麼名字啊 叫做Cycle San 卡巴斯克阿斯 很長齁 Cycle 它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喔 叫做什麼 叫做Cycle HESOMOIC 我們上次聽到講過 Cycle裡面把E拿掉 加上OIC 就可以去酸了 所以上面兩個都可以 這兩個都可以 這是組電圖架 指的是 這個都是看 光是這個分子 Cycle 好 我們要幫他做順序的命名 我知道呢 接他的位置 這個地方是1 接他的地方這個位置是1 往下看 哪一個地方是 這邊可以算 這邊也可以算 要算哪個地方 算 上面嘛 對不對 因為上面比較少遇到啊 所以這個是2號 3號 4號 4號這樣子的CHO 什麼CHO期待 CHO指的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 全機型 叫做取代 AODI 這樣子的FORMEALDI 加取代 我們會把它叫做 FORMEAL 叫做FORMEAL 在你的表裡面有 你自己看一下 在你的表裡面有 這叫FORMEAL 這是一個全機型的取代 叫FORMEAL 這個取代呢叫做 OSO 對不對 如果你的KITO AODI 是當取代機 不是當主結構的 玩到OSO 所以這個分子叫什麼 TU FOR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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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現在放前面 字母順序是F 在前面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是FORO ORO 然後呢 前面是FORMEAL FOR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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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HORMEAL 你只要把它 叫你去畫出結構 看到HESEN 卡巴斯一個S 你就先畫出一個HESEN CYCLE HESEN 卡巴斯一個S 先畫出來 這個二號有FORMEAL 二號畫三個FORMEAL 四號有OSO 四號畫三個OSO 就這樣子而已 這是教你怎麼把名稱 這個 放回去你的這個 這個結構當中 好 所以這個 結構 這是一個 這個 六圓環CYCLE HESEN 對不對 這個CYCLE HESEN 那邊有兩個取代機 第一個 這幾個例上什麼名字 我看一看一看 這二號 你記得嗎 二號你記得這叫什麼 這叫 Seputyl 對不對 這是一個 一二三四 Putyl取代嗎 這個丁碗的取代嗎 可是它是二號位置 這二號位置 這叫Seputyl 這一個叫做Nitro 肖基 叫肖基的取代 Nitro 那我到底要怎麼秘密啊 在這個結構當中 哪邊是一哪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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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但是呢我們要照我們所知道的 取代機最新的地方順序排斥算機 所以 放取代機的探測是一 有兩個放取代機 這邊是一 這邊也是一耶 對不對 那如果第三個那好吧 怎麼辦 差不多在這裡 那我就知道說 我應該是一二三 一二三十 大家創合最小 因為我說是一二三四五六 變一個四一個六 比較算是一個二一個四 但是只有兩個時候很麻煩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去判斷 這兩個誰是一啊 其實這兩個決定這個小數是誰是一啊 按照你的字母資訊來拿來 所以這個是Nitro 這個是Butyl 所以自然這個是一 一二三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再往下看喔 既然它是一了 順序是不是決定好了 一二三四五 不對吧 應該是一二三 因為大家都要對小才行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一號取代是 Seputyl 三號是Nitro 所以你可以寫 很容易寫出來啦 它是 1 Seputyl 3 Nitro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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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喔 這樣可以喔 好 上面那個給你寫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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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寫喔 很難寫喔 你把你的表格拿出來 蹲一下 然後寫寫看 好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裡面呢 你覺得有優先順序的是哪裡 哪裡有觀燃機 眼鏡一看就看到雙劍 這是一個硬對不對 你不能忽視這邊有一個N在這裡 這個N的結構代表是一個Amin 安基的結構 Amin在哪裡 對方你的表 是在你的表的分A的最下面 所以它實際上是在BootA裡面喔 它是一個大結構 所以呢 如果我們去看你的優先 看你的編號 這邊是1234 這邊是1234 哪一個對 上面的對 為什麼 因為呢 BootA是在2號位置就碰到了 你下面的算法是在3號位置碰到BootA 這是一個BootA的取代機 這是一個BootA的取代機 所以 主念幾個碳啊 1234 我只會說 是你這個主念好像算不怪怪的 應該怎麼算 應該是要算 123456 哪一個對啊 主念喔 就是主念 我把蛋算進去 這是它的取代機的取代機 所以呢 順序是1234 下面這個是不對的 好 所以我們先把主念寫出來 它是一個Boot 四個碳的 四個碳裡面呢 在3號位置是一個雙界 所以可是3E對不對 然後呢 2A mean 所以它會寫3E 2A mean 2A mean 一樣啊 1N後面的E 一定會遇到A就拿掉了 剛剛是遇到Y嘛 所以拿掉了 遇到P 拿掉了 所以是Future into a mean 好 我們再往下看喔 如果 如果 我遇到的 這個 分子裡面上面是取代機是蛋 這個蛋是有怎麼表示它啊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講 這個位置 我的取代機在蛋上面 則我要把這個取代機呢 寫在以蛋為主的方式表現 好 所以 這樣怎麼去寫它呢 我進去 被裡面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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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 那是加YL 就是像之前那樣子 這一個 你說這裡喔 對啊 這類 明明是阻電裡面 這個在阻電裡面 這個在阻電裡面的 所以它這樣是阻電 可是卻沒有放在這方面 對 你在阻電當中的時候 你一定是寫在你的阻電池頭上 為什麼首先要加ENY這些東西啊 是放在外面當取代是用的時候 在阻電外面的時候 像Line有 像A有 那誰要這樣做 OK 好 那我怎麼去寫的啊 我知道彈電裡面有的隱姬 所以它要叫做 DAIASIO DAIASIO是什麼位置 在彈上 所以叫NN-DAIASIO PUSHING INTO A ME 這邊可以想說老師 這什麼地方 你開始想說老師 他1比A大 2比A寫在後面 為什麼是A寫在後面 我看到是GOOD A為主的時候 我GOOD A這個大方法最容易 因為它代表是這個分子的特徵 所以你整個分子看過 你就知道說 他自己有暗淚化妝 不合命 剛剛有一個地方在哪裡 是在陰跟暗的地方 因為陰跟暗都是在二組啊 都是在這個孤兵裡面啊 沒有接觸去留的底啊 所以他說是靠你的自己去盤詢 好 所以 所以你現在應該知道說 我告訴你說我把名稱給你來畫結構是佛心來的 對不對 你如果是把結構給你畫寫命名的話 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結構列寫命名的話 寫出非常非常多種的可能性 但是很不容易去寫他的 很不容易去寫他的齁 老實跟你講 很多話都太複雜的時候 我們再寫都寫錯 太複雜都寫錯 因為他那個GOOD A的這個命名齁 有些地方你真的很容易搞錯 不容易去看他齁 但這就是屬於簡單的 這就是屬於簡單的 這就是屬於簡單的 吃吃飯 所以我們已經把你在這個學習裡面 我們往後要教 今天開始教你Alcool 然後再教你Ether 接下來教你這個Condricated Dying 教你Telematic 進入LDI Keynote Kavatsky-S的命名 我基本上不會教你命名的 我們現在只缺一個而已 缺在什麼地方 缺在芳香組化合物 那個很簡單 我們到芳香組再教你就好 可是最難的是在這一塊 你要怎麼放學在機這一塊 等到這一塊 這樣你都已經學會了 你會去轉換的時候 到芳香組這樣就很快了 所以之後我不會再跟你 特別教你命名 我們可能看這個簡介的時候 會給你跳過去就跳很快 因為那個絕對沒有我講這個講的事情 講那邊的時候 你如果是按照一般的這個上的方式的話 上畫篇導致這樣就很像 你是每個章節聽 聽完之後你還是不曉得怎麼去寫它的 但是是希望一節課 讓你知道說書的話我該怎麼去命名 怎麼去排序 怎麼去寫它齁 好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進入這個 Argoho 純類的分子 不只有純類而已 事實上裡面還包含有這個 很重要的這個 Mocato Silo的這個方化合物 就是帶有多純類的這個分子的化合物 好 我本來是想要直接跟你講反應的 可是後來發現還是必須要跟你講一下 簡單的介紹才行齁 所以我們要花一點時間跟你介紹一下這個 呃 它等於基本的性質 基本的性質齁 我很難考你基本性質啦 就是考試的時候不知道會考你基本性質 除非考選擇體 可是 你可以進行裡面的怪怪 所以 因素上它是以考反應為主 可是你還在瞭解它的基本原因 我則在反應上面來講 這個你的認識之後 比較容易出一點問題 幫我把這關鍵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說 這個整個化合物的發展 從我們上學期第一章 這個Alchem 我們從Mocato開始教你 教你化合物的間鞋 是發生什麼事情的 教你化合物的這個板類的結構 有什麼樣的結構的特性 它怎麼去排列 有什麼樣子的這個排斥力的發生 有Portional Chain啊 有這個不同的這個Steric Hindrance啊等等的 你去判斷你的大小順序 這個排列的不同 這樣也是人量 我們教你Tilet 教你Servodynamic 我們教你這個Ecuhela 告訴你 開始有一些高核心的反應器 它會進來的 開始教你Alchem 教你系列化合物 會進行的這個化學反應 教你Alchem 教你三線化合物會發生的反應 接下來會放上一些異原子 除了乳素的異原子 這邊開始教你呢 是一個Argob 雲類的這個分子齁 雲類的分子呢 它的特性呢 這樣跟誰很像嗎 你以它的一些物理特性來講 是跟水的結構很像 對不對 這邊是水的結構 這邊是唇內的結構 這是一個Maximum 甲醇 這是一個Maximum 甲醇跟這個水呢 兩個氧中心的hybridation 是一樣的 兩個都是SP3 兩個都是SP3 為什麼是SP3啊 我一個氧上面是帶兩個 以水來講 氧上面帶兩個氫 這是兩個bunding 還帶了兩對 Non-bunding electrons 對不對 這兩個bunding electrons 兩對喔 這兩個bunding electrons 它跟bunding 對這個氧旁邊的環境 哪一個造成的這個 這個 這個刺率比較大 我們先教會大家對不對 是以 non-bunding electron pair 為什麼 因為它兩個電子都很高近 你的碳中心啊 或是氧中心啊 如果是bunding的時候是 我這個氧去跟隔壁的氫 產生了見解 所以那個電子是比較離開我的 產生排氫是比較低的 好 這個關鍵式對的情況之下呢 我的劍角就開始受影響了 如果我是一個 6-4-messane 是messane核電之下呢 應該在外面接四個星 這四個星都是bunding和rong pair 所以這四個星牌式碗 最大的劍角是19.5 到水的時候呢 很明顯的被擠壓了 本來它是19.5的 被擠壓成這樣子 為什麼 我本來在腳碗的時候 旁邊四個都是這個h的劍結 所以大家的對等的 可是現在呢 有兩個戒指也不見了 變成是兩隊很強的電在旁邊 它就開始去擠壓它 它就縮起來了 所以變成是一個104.5 當我放上一個etuchin 這邊是一個messio上來的時候 這messio呢 跟旁邊的星 排斥力又上升了 這時又把它稍微再擠開一點 又稍微再擠開一點 所以這些劍角都是來注意什麼 電子跟電子的交互作用 還有排斥力 這時候我們一直告訴你們事情 電子跟電子的排斥力 電子跟核的吸引力 就建立了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化學 這樣很簡單對不對 所有的間諜的生成 都是來自於電子跟電子的共同回應 這叫做Marco-Obicol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子的概念 逆出可以很快速的去檢視了 你的電子怎麼被你的中心原子 無論它是碳、氮、氧、氧 怎麼被它影響 這很重要喔 碳氮氧對電子的吸引力 倒就有在淡淡一樣 它會帶正電、負電還是不帶電 他們帶正電、負電、負電、不帶電 就影響了所謂的Lewis-Issey Lewis-Devs 就成就了後面的間諜的生成跟斷電 所以所有這些電子隊的概念都來自MO 電子隊的概念都來自這些VSEPR 它的間諸的生成 最後產生了新間諜 還是要經過新的MO之後 你才能夠去預測它的間諜長得怎麼樣子 你才能夠去預測它的反應會往什麼方向去進行 從現在開始你會一直注意到所謂的PKA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化學反應有機化學的反應就是酸跟碱的反應 什麼酸跟碱的反應 就是氫跟罰氫 電子的供給跟電子的接受反應 所以永遠在討論什麼事情 討論說哪一個氫容易被罷走 哪一個氫不容易被罷走 被罷走的氫容易被誰罷走 氫被拿走一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直直的移除 Depotination Depotination代表什麼意思 我創造出一個在鋪墊的不穩定的 species出來 的分子出來 這個在鋪墊就去封打那個缺電子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所有的有機都只在講這個觀念而已 全部的那個觀念而已 剩下來的就是不同的搭配 就是不同的搭配 最後我們來看 這個簡單的Alcohol跟水的這個結構裡面 看得清楚 在水分子裡面 它的電子集中量你都在氧上面 很合理嘛 要是因為兩對這個Namalic在走 可是這個水啊 如果在酸條件之下 酸條件之下 它從水會變成是H3O症 這個時候呢 我的氧就帶正電 氧為什麼帶正電 我們以前去過Formal charge的計算 對不對 你只要去算你的Formal charge 這時候氧可能是帶在正電的 帶在正電的 但這叫什麼意思啊 我的氧失去了 心境缺電子中心的能力了 所以這個失去這個限制中心的能力了 所以但是呢 這個是來自哪裡啊 來自我的氧分電子 先去抓熱情 先去抓熱情 跟水很像 純類的分子也是一樣 它很容易去這個進行 用氧的部分去進行一些攻擊的動作 進行一些攻擊的動作 所以我們來看 它會做哪一些這個比較特別的反應 到時候它一步一步給你看下來 但是我們要先對這個純類的分子 做一些簡單的這個分類 它其中有分這個Primary,Selundary,Tature 跟這個Aromatic的這種純類分子 Primary的這種Carbon Primary的指的是什麼 OH就在接那個碳上面呢 它只有一個取代的 如果Secondary呢 表示呢 接著這個OH這個碳 身後接其他的取代機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 如果這是一個這個OH 它現在這個碳上面呢 它只有這一個飛行取代機 這個Pinary 接著這個OH的這個碳 然後兩個飛行的取代機 這叫Secondary 接著OH這個碳上面 接著三個飛行取代機 這叫Tature 分別是一級純、二級純以及三級純 你在什麼地方學到這個啊 在你安基根車線學過程 Siri就是一個一級純 Saroni就是一個二級純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OH的Restine 是什麼 是Tirosin Tirosin是把OH 牽在你的粉環上 所以Tirosin是一個Veno的OH 那這三個反應性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你會看到反應在什麼地方 如果你有學過真話 你就知道Prospiration Lab 是什麼地方 這三個就進去 尼酸化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條件也只不一樣的 因為三個的反應性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因為一個是一級純、二級純以及方向純 所以這是化學的電子溫氧機的做轉換 好 我們待會兒回來的時候 會再跟你繼續介紹 這個純類的一些基本的架構 然後講到一些純類的合成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同學在問的兩個 跟你解釋一下 剛剛有看到一個 表格裡面有一個公明 什麼意思啊 如果你是把這個CHO這張學家先看的時候 就放在寫Veno 可是如果像這種情況 主鏈當中呢 最高的有兩個含T-Ton的LDI P-Ton 還有CIS 所以它是最高的學資訊 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有含在主鏈當中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很難去寫這個Veno 因為Veno的詞是整個CHO這個地方 所以你要怎麼去寫它 你要寫2 4 9 Masio 3 4 9 Oso 那就是三道正式後 一個是Oso 一個是Keto 一個是Felgiacan 那怎麼知道Felgiacan是Felgiacan 因為呢 它不是只有Felgiacan 然後呢 它是在 你是附床過的 第三年 已經到過端了 這個過端已經是一個Oso 它已經是一個全的 所以你就是已經寫出這個結構了 所以當它如果放在阻電裡面 然後它是在阻電到裡面的結構 但是它會小覆別人的時候 這時候它就當作OASO來寫它 不是我們剛才看到這個封面 剛看到那個封面 就是一個完整的CHO這樣子的情況 完整的CHO 你剛看到我封面有哪裡來的 你剛看到我設計是這個 這時候是整個四維是一個取代體 雖然是一個甲學體的取代 但這個是在訓練當中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一個 剛剛同學這版是代表一下 大家很多人都寫的 然後很會問你們 來看看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例子 普遍當中呢 最大的餘化帶有誰 最大的這個優先有誰啊 LB是B B MB是B Keyton是B 其中呢 Keyton的優先最大過的優先 所以它是高的 所以已經從這算過來 好 再有怎麼寫它 我們知道說 它是一個1 2 3 4 5 5個碳 所以一定是一個pand 然後呢 它在四號位置有硬 所以是要寫硬 最高優先順序是OMS 所以是OMS 你先給我寫出來了 剛剛好多久已經在哪裡啊 剛剛好先把 而命的BO 寫進去寫這一個字 現在BO 而命的這一個字 可是呢 我們當時跟大家講過 除非你是 而命是含在整個 你是最高的這一種 你看寫在末端當中的 如果有人比你高 他就是取代器人 他就是一個取代器人 他要取到就寫片 那為什麼硬可以在裡面 因為硬跟愛 所以只有硬跟愛 會寫在末端當中 會寫在末端當中 所以在末端當中 沒有根有誰 只有硬跟愛 以及最高的那個人 好 如果這樣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結構的時候 這樣要怎麼寫 這樣寫法是誰 N上面 這個曲單 這邊是一個很大的曲單字 這個曲單要怎麼寫呢 要寫成 N N B N N N Diamine Diamine Amino 劃狐 4 這叫什麼意思 在 Pen Po In Fu Om 好 如果我不會看這一個 我直接看名稱 我主號是劫絲 主節構是後面這條 我就知道它一定有五個炭 然後呢 在二號炭的地方呢 是有一個Om的 在四號炭的地方 一二三四 是有一個硬的 接下來往前看 這個一個4 所以在4號1 2 3 4的位置 是有一個amino的 這個沒有什麼amino 是一個NN-dimension 所以你知道它是站這樣 接下來就是把你的心埋滿就好了 你覺得破完了嗎 所以從名字反規的結構相對很簡單 你先把你的主電抓出來 再把主電器放上去 就不會舒適了 所以這大概是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 命名的規則跟寫法 我們跟大家講寫這個結構 當我有名稱之後寫結構 有結構的話 要寫成命名這樣就很困難 因為一個有些話 你沒看過那個有些話 要寫兩三行的 因為很多嘛 取代器一大堆 每個取代器就有 有取代器的取代器 取代器的取代器 而且取代器的取代器 還會有自己的取代器 當外分子變得很大一個的時候 變得很大一個的時候 所以輸錯的地區相對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個畫好多的秘密 通常是學為有經驗的同學 第一個最討厭的東西 但是 基本上這些消息的東西 已經是cover所有 在待會有進行到 所以語論上 你應該會不會產生困擾 有一些特定例子 你可以拿來問 好 我們現在往下看 這些OH的這個集團 在這個 我們回到阿扣喉 這個阿扣喉 剛才會介紹 怎麼去看不看這個 所謂的Pinelli的阿扣喉 怎麼介紹 怎麼是這個阿扣喉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 這邊是你所學過的氨基酸的策列 這邊是耳面 這邊是酸對不對 然後它是L phone 然後它是X phone 然後呢 這個OH的部分呢 這是一個一級的 這個OH Surrounding呢 是一個二級的 如果你是一個Pyro型 它就是一個Pinelli 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Alematic的Pinelli 這一種類型的 阿扣喉基 哪裡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 它的酸鹼性是不一樣的事情 它酸鹼性不一樣的這個 酸鹼性的特性不同 所以像它的化學反應性 那它的命名呢 我們就不多講 基本上你都已經知道了 這命名的方式呢 就是按照它的主列 所以你這就可以練習看看 我們這個就消除你的 比如說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那所以看起來麻煩的例子好了 這一個 從這一個來看它呢 這個 看這種結構看起來的時候 你最容易發生什麼錯誤啊 你最容易想說 喔 這很簡單的啊 就1 2嘛 然後就是W1-1-Di-Masio-Esono 不要忘記了 這一條比較長 所以事實上它是什麼 1 2 3 所以要怎麼會命名它啊 它事實上是一個2-Masio-Popen-2-Mas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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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asio-Masio-No 所以 你要看到沒有 這個主結構裡面 這是某個四角 三個碳的碗內 這時候呢 反而一拿掉改上O Oil 你都看到你剛剛的這個表格裡面 反而是Ar Dobro最大 放不到在自圍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Oil 那如果它詐重的話 就是Hydroacin 就是Hydroacin 所以是2-Hydroacin 所以是2-Hydroacin 可是它當主要結構的時候就是 yes油 8的字換掉 換成字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這個2-messile potential 講解是你的結構 這是一個IPAC的這個命名 那這邊還有時間可以介紹 事實上這個我們剛才都學過的 看到B跟NO 所以呢是OH再度A OH要放在前面 所以OH好像這個取得是一條大 所以呢要從這邊算過來 不能從這邊算過去 好 你就可以寫出來 這邊是1 2 3 4 所以是to-all for-in 就是這個pain for-in to-all 你就可以寫出這個結構出來 你就不會寫錯了 所以這相對是很簡單的 Hydrosy-bunner Hydrosy-marcum 事實上含有存類的這個分子 除了大家喜歡大家會喝的酒之外 還有很多重要的化合物的結構 基本上很多重要的化合物結構 不用很複雜它也很重要 但有很多重要的角色 你看這邊有兩個 上面這個是這個有舉的 他們課本上面有舉的例子 這是一個這個4-hydrosy-butanoic acid 所以這是一個1 2 3 4 4個碳的酸類 4號位結構OH 為什麼4號位結構OH 為什麼4號位結構OH 是4號 因為1號是酸嘛 對不對 所以是一個O-hydrosy-butanoic acid 它的俗名呢叫做 γ-hydrosy-butanoic acid 叫GhB 這是一個基本上 這有人暗用說一些這個毒品 然後基本上它的啟發展 基本上這些毒品 原則上都是早期都是麻醉藥 所以這一些 這也是你叫早期的 一般這個麻醉藥 一般毒品來講 通常都會到後面 我們講到後面的時候 會跟你講比較多種 都是一些Hallorin 是生物鹼類的 但是OH在這種它也有存在 這種是停止運行到你感受的中部神經的 為什麼叫Gamma 你會看到這種東西喔 比如說你到到這個 學生化或分身的時候 你可能要學到一些特殊的化學名稱 它叫γ什麼什麼模型 α什麼什麼 比如說你學TCA的時候 可能學到一些酸 那些酸可能一些特殊的位置點 它就會告訴你是一個γ的位置 是一個β的位置 通常這個αβγ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遠離開你的最高氧化態的 這個中心點觀人基 對著最高觀人基的這個位置 比如像這個來講它叫γ-hydrosy-butanoic acid 為什麼 因為這個酸的最遠的位置 這位置是碳中心酸嘛 對不對 隔壁這個叫α 再過這個叫β 這個叫γ-γ 所以是γ-γ還不在這裡 但是你如果IUPS命名 就O還不在這裡 所以這個這樣子的命名在早期很常見 現在這個我們比較少用它 但是在一些既有的這個名稱上 你還是要知道在命名這個意思 你們以前有說學過啊 為什麼你可能是不是知道這是什麼 你們都學過胺基酸對不對 胺基酸的結構長什麼樣子啊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這東西叫胺基酸啊 為什麼這東西叫胺基酸啊 阿發酵胺基酸 為什麼叫阿發酵胺基酸 為什麼叫阿發酵胺基酸 因為它叫阿發酵胺 這個阿發酵胺基酸是一胎最高位置最高位置最去 這個酸質的例子叫阿發酵胺 我們學過一個延生物叫做β-aminoic 這邊有粉絲啊 這邊有粉絲啊 這很重要的一個胺基酸的衍生物 這一種類型的β-aminoic 是很多這個重要的這個 概性物的結構 也是一樣的結構 不只個β-aminoic 因為呢它多了一個β-酸出來 這邊叫阿發酵對不對 本來阿發酵裡面是沒有這個所謂的β-酸 可是呢在β-aminoic就是 它是比β-aminoic堆的碳之外 所以你凡是看到這種 寫的β-基酸質的糖質 它就是幾多的碳 在它的主價格上大一個碳之外 這是它的微生命 所以阿發、β這個在生物性裡面比較常用到 在化學中間已經很少用了 阿發、β生物性在生物的分子裡面還是很常用的 它指的是遠離你要 離你要去觀察的這個碳中心距離的遠近 隔壁叫阿發、再過去叫貝塔 再過去叫這個Gamma 我們再往下繼續看 除了這一種 GHB這一種麻醉藥之外 另外是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抑制性的神經傳導物質 這叫做Gamma Gamma Gamma Amino-Betary Acid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三海基的藥物 小分子藥物 但現在比較常用在做醫生的研究上 在做一些神經傳導物質 會做一些抑制性 然後它的IUPS性名字就是這個 Full Amino-Betanoic Acid 叫Betanoic Acid 所以結構上是很類似的 所以基本上你學過命名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很多 學過的這個分子 它的命名其實都是來自這個屬名裡面 用α、β、γ來去決定你的位置 所以早期都是用α、β、γ 到近期之後發現α、β、γ很難用 因為不是算很遠的 那不如編數字好了 數字又不會搞錯 最後才會把全部改成是數字 有點系統化的描述它 這邊有兩個不同的名稱屬名 像這個是很有名的這個 這個名字 這個還好 這個ISO-Beauty Acid 另外一個最有名的是這一個 這個叫IPA IPA這個就叫ISO-POPIO-Arcohol ISO-POPIO-Arcohol 但它的主要名稱應該不能叫IPA 它叫POPEN-2-O 是指的是二號位置到後位取的 但是它的名稱就叫IPA 這個你在化學實驗室 在這個生物實驗室有時候會用到它 這個IP的結構啊 你一定化學組合聽過 或者是生物有聽過 它就是如果你有學過這個生物技術 你要再去Induce那個Ecola的整整的時候 你把這個放上糖結構 它就變IPA-G 它就變IPA-G的主結構 它的這個測電結構 所以基本上這一些分子 它都有它的熟名跟它的化學名稱 在大俄學部的有機裡面來講 我只會考你IIPA-G 我不考你熟名 但是在你們學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會碰到越來越多的熟名 那沒辦法 因為生物學更久了 發展一個化學員 相對來講 它有另外一套自己的這個密尼系統 所以會相對再複雜一點 但是你用這個IPA-G絕對不會錯 大家都聽懂在講什麼 除了Arcohol之外呢 你會遇到Dial 也就是說依照同時出現兩種OH的時候 你把它稱之為Dial 所以如果這個肉碳的結構 出現兩個OH 我們把它叫XM1-Dial 叫XM1-Dial 所以這是一個很標準的秘密 其中有兩個 這一個叫做XM1-Dial 事實上它就是常聽到 常見的這個XM-Dial 叫乙二醇 乙二醇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化學原料 化學材料 這個做很多 做到的這個聚合物的 所以就會需要到它 然後它在生活中 看到它都在哪裡 都在保濕器 做保濕啊 然後做抗洞 做抗洞 那基本上它有一點點的 事實上它是有一點直律性的 直律性的 然後這個三個管機 三個看的 這叫做POPEN-1-2-Dial 所以只要出秘密 動作就好了 這就是簡單的命名 這邊就講了一點點 你的本環 方向組的命名 你先不用管這個META 這個跟O2跟POWER的這個命名 這個我們到達師傅 會再教你 但是呢 你要知道說 一個本環是會帶一個OH 這叫做PENO PENO PENO的這個名稱呢 它叫本分 在中間叫本分 你們也有看過一些 小朋友的這個 嬰兒用品 裡面都寫什麼 經檢驗什麼 無二本分 那它就是兩個OH在本環上的群帶 它是有環境荷爾蒙 PENO本身的毒性也蠻高的 所以不是一個很友善的試劑 但是PENO是一個很重要的化學物料 因為它可以拿來做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化學產品 或是藥品等等 好 所以如果要抓住命名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本環上面有OH 這個我們已經把他叫做PENO 所以它為主結構 這邊是1 2 3 3號是KOLO 所以它是3 3 3 4 PENO 所以這是它秘密的方式 然後這邊也是PENO還METO 對位方向一個METEO 我就把它叫做 4 METEO 未來會告訴你PARA跟META PARA跟META的這個什麼秘密 事實上就是你什麼 主要的這個關係的為主 以鍵位的叫做META 再對位的叫做PARA 再靈位的叫做ORO 所以它不同的這個秘密的方式而已 這是一些 這個習慣說法 但是你用1 2 3 4 大家覺得聽得懂 那還有一些特殊的這個 物理上的性質 比如說 它有比較高的這個Forepoint 尤其跟誰去比啊 跟它分子量相當的米類 比如說Exynol 跟這個Dimedio Ether 是這個很接近的 跟甲米 雙甲米跟乙醇的分量幾乎是一樣的 可是肺點是偏差地緣 也是偏差地緣 這個一般米類的分子 維持甲米 基本上它溫度四分加是氣體的 可是乙醇 肺點是79度C 對不對 所以它肺點差很多 原因在哪裡啊 它有很好的晶片 所以一個Exynol的結構當中呢 會有這個OH這個機環 第一個它有diple 所以以一個Exynol的溶液裡面 為什麼要肺點比較高 有好幾個不同的這個Nun-Coin-Pyashin的存在 我先跟大家介紹過 所有的在有激化水裡面建立建的時候 講的都是Coin-Poundry 用的是電子電子之間的互相共享回憶 可是呢 最大部分我們看到的生物系統 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看到的都是那樣Coin-Pyashin 比如像是水 對不對 為什麼它液態水 氣態水跟固態水 看的是分子間的分子作用力 所以那些都不是共駕鍵 那不是共駕鍵怎麼來了 以前所學過的啊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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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很重要的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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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它也建議了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松氣孔 尤其是大分子的Bio-Market Marking 其中也隱含到你的Bio-Market Marking 跟你的小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所以 你要去認識這些非公交作用力呢 對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工具 以一個以存來講呢 它會具有一個Deple Moment 它會具有一個Deple Moment 它有它的這個OG 還有它的這個鍵火極 那它會有一個這個Deple Moment 是朝著電子較高的方向去走的 所以你可以畫出它的這個Deple Moment 對不對 這要算出來的可怕 然後呢 不同的這個分子 我會畫出它不同的這個鍵火極 欸 你來看喔 以存來講 跟它分子來講 就叫做Demensio Ether 這是一個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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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獎名 你在實驗室常用 對不對 那在引迷 用引迷是很 理論上它是蠻危險的喔 你如果是操作它 早期人家還在做 生物實驗的時候 都還會用引迷去做麻醉對不對 那你比較少用喔 我們在實驗室 我也不太喜歡學生用引迷 引迷揮發性非常高 尤其在高雄中是一個相對危險的 好險太熱 所以基本上有人用引迷 整間實驗室都會問才行 這是確定的 只要你在實驗室開引迷 然後不去做 沒有在這個正確的地方開它 我們有通風櫥 也不在通風櫥開 你在一般的桌子那邊開 開起來沒多久 就發現大家都不太舒服了 那不出五色 我現在就覺得暈暈的 基本上是不會 因爲什麼 味道很重 所以你大概聞一下下就發現 有人引迷了進去 所以大家出來罵臉 整天實驗室都是引迷的味道 那個很重 味道非常重 一點點就很重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引迷的分子的貝點非常低 引迷很像32度7 它的貝點就知道它的貝點 在32度7 之前 它已經在平衡 所以室溫下20度7 引迷也在跑出來 所以引迷的蒸氣壓非常高 所以你在實驗室裡面 如果在使用 像我們在做有機實驗的時候 可能在學習路上 我想應該會用到引迷 打換到DCM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引迷的貝點是32 DCM 的貝點是39度7 這兩種在天氣這個地方操作的時候 都要很小心 都要很小心 我們以前實驗室齁 我以前念大學的時候 我們實驗室也就是博士後 他做研究的時候就是開引迷 開這個惡綠夾網 開POP&Safe 以前那個瓶子是蜜蜂式 現在還是啦 那以前那個瓶子蜜蜂式的 它是開一罐新的 然後他也沒有去想太多 他就想說要開一罐新的來用 然後假日 然後去呢就把那個瓶子 它會蜜蜂 蜜蜂上有個塑膠的塞頭 就像那個牛奶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一拉就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就真的像噴泉一樣 因為裡面蒸氣壓非常高 所以那個瓶子整個已經 鐵桶已經整個漲漲了 然後我想說那個應該沒有去拍它 鐵桶上漲就知道壓力有點大 鐵桶怎麼好像是吹氣球的感覺 有點漲漲的 結果那個瓶子的瓶子一拉開 就像噴泉一樣 噴它滿熱 那戴過敏是噴到皮膚很痛 那非常痛的 噴到滿熱之後 那個整個人地上大噴 那非常非常痛 在實驗室裡面 如果用到惡魚甲腕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拿來玩 惡魚甲腕 有些人覺得他很過敏 那對他不過敏的人 你一定會覺得皮膚很痛 如果你不覺得痛 那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很痛 那他會對你造成很大的影響 其實是還好 你不要有傷你 就不太會有事情 因為他會發非常壞 所以基本上你噴到 想說痛的時候你不見 那你會發掉 所以你也不要拿來玩 那是一個危險的藥瓶 含濾的都是比較毒的東西 所以請你不要去拿它來去玩 那你取它的時候 上次跟大家講過 你們已經用過很多次了 應該有吧 用過很多次了 下學期這就顯然是會用到 它很重 所以你要吸它的時候 你就不要把它吸一路走走走走走 剩下不到一半 你要拿武器去裝它 它會一直滴到 會一直往下來滴 你就吸不住它了 好 所以存在的分子呢 兩個是具有一樣的很切心的dipo 甚至這個Etherdipo 倒是1.3秒之外 但是呢 你會發現Ether的廢點 相對來講還是很低 以假名來講 它廢點是負惡性的 所以在室溫下 它還是是這個氣體的 那為什麼兩個的極性蠻切性的 為什麼這廢點這麼低啊 原因就是因為它多提供了一個 這個興建的可能性 因為這個存在的分子呢 它的OH的H呢 可以視為是一個 這個HgF的donut 氫線的攻擊者 它的氧呢 則是一個氫線的接受者 為什麼是攻擊的接受者 氫線來自HgF 顧名思義是來自氫提供的這個界界嘛 所以能夠把氫提供給人家的叫donut 接受氫的叫做acceptor 所以以存在 以水來講是最好的HgF 跟HgF的acceptor跟donut 同時扮演 它可以提供兩個氫 又可以接受一個氫進來 這是最好的 接下來呢 這一些阿扣侯呢 它有一個氫可以提供 一個兩個可以接受 但是呢 另外一邊是沒辦法接受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HgF 這個地方是HgF region 這個地方是HgF region 而且HgF region 它可以當作是一個Poton的donut 它是一個直指性的試劑 所以你會常聽到說 阿扣侯這種類型的收容叫做Polar Coding 叫做高級性直指性的試劑 這是具有高級性直指性的試劑 如果是你剛看到的Ether 米類的分子 它就是一個Polar Coding 是極性非直指性的試劑 沒辦法提供直指 沒辦法提供直指的 好 基本上大部分的這個蠢類 我們這樣講 大部分的蠢類都不容易水的 都很難容易水的 蠢類不可能 是明明就很容易水啊 蠢類都可以沸在水裡面 可以沸去啊 當然蠢類可以啦 你從蠢類往下算 甲醇 乙醇 丙醇 到這個丁醇 Turbuteal 都還有不錯的水能性 再往下算 幾乎都沒有水能性 幾乎都沒有水能性 為什麼 因為它的Hydrophobic region 變得很大 我的酥類型變得很大之後 就影響到它跟水的互容性 所以往下去看它的這個 互容性呢就是越來越差的 除非你就提高它的OH的這個數量 它會再變好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這個 Ason裡面的Hydrophobic region 它對整個分子的性質上面的這個 這個影響 那它的 或者這個大家當然都知道啊 你的這個 好 一般的 以醇來講 就是 最常用的這個 Arco字體 以醇來講 它當然是從裡面尋出來的 做這個發酵出來的 這個 很重要是要關掉你 這個 這個它要發酵出來 另外一端呢 如果都發酵過程中 你的醇類的濃度呢 已經到達12到15度的時候 基本上它會停止發酵 另外一個醇類的醇類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你一般發酵的酒類 你比它濃度到很高幾乎很困難 所以你可能聽到什麼 紅酒白酒要到什麼15度以上 雖然它都在13度9就很不錯了 那你要遇到比較好的這一種 不是比較好 比較烈的這種酒 怎麼來的啊 應該是經過針釉來的 經過針釉來的 經過針釉來的 經過針釉再說存化過來了 那 基本上的特色呢 是它會有這個 Aerotropic的這個現象 這是一個共配現象 當我的 你看你在新西洋的酒精呢 基本上都是95% 它告訴你 95%是這個 你叫絕對酒精 應該不是 應該是一個正六部的酒精 就是高純度的酒精 那為什麼它只有95%啊 因為它跟水的混濃在一起的時候 你要靠的是它的沸點 把它跟水分開來 否則底純跟水的溶解度很好啊 所以無論怎麼樣 水都溶進去啊 對不對 那你要存化分開 要靠你的物理性質啊 酒精79 水100 理論上500 這個溫度開在7980 理論上酒精就跑出來 水才不會出來 可是很遺憾喔 酒精跟水混在一起的時候 會產生供廢 所以酒精跟水會一直在平衡狀態 產生出來 最高最高的純度 你就只能夠得到95%來省 那為什麼在實驗室 會買到95% 就是96%啊 那還要靠化學的這個事情 下去把它給拿走 比如說我們在實驗室 就會用這個金屬 鎂金屬 下去把這個多餘的水再拿走一次 再做蒸養的動作 但是絕對儲水 就不是靠貢費的 你就必須要加額外的儲水 去把水給拿走 然後再做蒸養的動作 可是這種蒸養過的酒精啊 藝醇啊 基本上不能放太久 環境中都是水 所以基本上做化學的人 在台灣做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像以前我在國外在熱波的時候呢 那個地方很乾燥 所有的濕精打開都可以直接用 在台灣不行 什麼都要損化 因為你不損化打開就吸水了 啊吸水 化學環境最怕水 所以什麼事情都說不出啊 所以很多人 以前同事就笑我們說 你幹嘛什麼都要蒸養 什麼都要損化 這反應那麼簡單 倒一會就出來了 台灣就是不行啊 你什麼東西都要自己損化 買來的東西不能放太久 因為你冰在冰箱放在 你看台灣的景象 到處都是那個discated 就是那個乾燥巷 我自己的實驗室就是洗乾燥巷 所以這就是一個環境上的區別 所以在做一些實驗的時候 確實要考慮一個環境的因素 包括你的溫度 比如說 你今天如果在一個 像我們這種秒熱帶地區 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的室溫可能是二三十度 我們常常看在文獻 文獻裡面就有寫 它在室溫下可能做得很好 啊我的實驗室一做就發現 不斷七八糟 很簡單嗎 因為它們的室溫可能是四度 然後我們的室溫可能是二十幾度 甚至有時候到夏天三十度 所以一般來講科學性的描述 不會使用這種太籠統的說法 是溫或是什麼溫度 通常都會準確指出二十度C 三十度C這些溫度 這是在使用這些 藥品的說音很重要的一些觀念 那我們看到這個阿托的分子下來 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數值 一般的純類分子 它的PK大概在15.5到18之間 看你的這個鏈長 一般你的鏈長越長 你的酸性就越低 酸性就越低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嗎 我的鏈長越長 鏈長代表什麼意思 AT有越長 AT有越長代表什麼意思 我推鏈子 往那邊地方推 所以你會去把我的OH的電解 讓它更多鏈長 鏈就更容易丟掉 鏈就更容易丟掉 好 反過頭來想 什麼叫做這個 如果你是一個OH 這是一個純類分子的解憶 我的OH 什麼叫BK越小 BK越小表示什麼 我過來的經濟越高 對不對 越容易把脖子給收出來 那為什麼我的鏈長越長 我的BK通常會越大 表示越不能越過來 為什麼 這裡面最不容易的是這個OH ROH 帶負電嗎 對不對 那這個OH會受誰影響 從旁邊的R影響 他帶負電已經很不高興了 你還是把電子推給他 什麼意思 所以呢 如果你把你的電長 越拉越長的時候 對這個養孩講 會覺得說 我已經不喜歡帶電了 你一直推給我 讓我更不穩定 不穩定 不穩定的條件要怎麼辦 去把這個鏈照回來 回到你來的還不穩定 所以我的電長越長的時候 我的這個H 它越不容易會發生 代表這張PK是越大的 是越大的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我的R的地方 我放上去拉電子機的機款 會讓這個H呢 PK就下降 變得比較酸 為什麼 我帶著這個RO負呢 這個負電有機會 能夠Delocase到你的R上面 它就變得是 比較容易穩定存在 這是一個過程 好 如果你放上去HELO菌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HELO菌你可以視為是一個 為什麼HELO菌是一個拉電子機啊 HELO菌的電腹度呢 比較大 所以理論上呢 HELO菌呢 它會把電子 經過inductive effect 記得嗎 誘導效益 它會把電子 經過sigma bonding 往自己身上拉 所以會把這個O部 這個不穩定的 這個負電能 分散掉 然後不會停留在上面 OK 所以HELO菌呢 也有效益的 會去降低它的酸性 降低它的酸性 我們舉一個例子給你看 比如說 你所學過的醋酸 醋酸是一個弱酸 對不對 醋酸是一個弱酸 如果呢 你把這個醋酸的結構 旁邊的氫全部改成是佛 這叫做TFA 神佛醋酸 在佛羅斯基斯 這是一個強酸 非常強的強酸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酸濃酸的意料呢 跟旁邊的水平是有關係的 我這邊的電機能力越強 我越可以把這一個電子能力 提供款式上來 我會忘了 金融一大比賽 一大比賽 一大比賽是什麼 誘導效應 誘導效應 誘導效應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sigma bonding 另外一個效應叫做 Pi的residence effect 叫共振效應 叫共振效應 這是兩個很重要的 這個推特電子機 對你的電子景象的影響 好 我們剛剛講的residence effect 影響在什麼地方 影響在Phenol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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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呢 你把這個OH基團呢 把它放到了 本環上面去 把它放到本環上面去 把它放到本環上面去 比如說 如果你是一個 ethynol 比如說你這個R 如果是一個 ethynol 就是一個 CH3 CH2 OH 跟你是一個 這個 轉環這樣子 這兩個PK 會差多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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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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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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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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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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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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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環境當中如果是一個碗內的槍機 Hydrocycule的話 你用一般的解釋法不用害怕 不會去影響到它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你的一些化學特性 因為本環的存在這個仰環面帶的負電或帶的單電子之後 都特別容易被穩定住 所以你有沒有學過 Pyrosin在一個安靜症裡面 Pyrosin是可以拿當作一個Radical的Sherbalizing 如果你有Radical產生在你的環境當中的時候 它往往會發生在Tiro型的這個側電上面 就是因為你的Tiro型上面 會具有這個本環的穩定能的存在 可以幫助它做共振 可以幫助它做共振 所以這些是一個簡單的PKA 剛剛我們跟你講過了 如果你是ethanol PKA在15.9 如果你放上了一些不同的搭電子機 像是Coro Tricoro 你會大幅度的拉低它的PKA 它變得越來越酸 越來越酸 什麼叫越來越酸 簡單講就是你的H容易掉 這簡單講就是你的RO負相對比較穩定 所以你要去判斷你一個唇內的不容易掉 酸不酸 你要判斷誰 判斷這個青銅不容易掉嗎 判斷不出來的 大家的活動是長一張的 你要判斷什麼 判斷你的RO負 RO負越穩定的 表示它的共振酸是越酸的 對不對 這我們教過你 這是很多個大英國所考的 你們就喜歡考的 幫你判斷哪一個青的位置是最酸的 你就是看你的青離開之後那個產物 誰是最無敵 誰是最酸的 這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一個 要稱成一個 我們稱作為Akazine 這是這個名詞 這叫Akazine Akazine 指的是什麼 Alk 指的是Akio Akazine 指的是O負 所以表示什麼 它是一個 碗基 帶在一個O負上面 它就是一個Akazine 怎麼學過 學過啊 這叫做Sodium Esasine 這是SN2裡面 還有E2裡面 常用到的Nuclefy跟Bass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樣子的類型 因為它的PK大概在15到18之間 它必須使用那當作金屬 那當作鹼來使用 它怎麼當這個鹼啊 鹼是什麼的角色 提供電子的角色 那什麼提供電子 那喜歡丟一個電子出來 變成NA症 所以那是一個活性非常高 非常高的電子提供者 你說老朋友知道那喜歡丟電子去吧 那你以前看過啊 我以前看過了 把那個丟到水裡面去之後 那就冒火瓜 然後就不見了 從到水裡面去啊 變納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要環境是非常快 所以當我環境允許的條件之下呢 那還會扮演著電子的提供者的角色 那不就是扮演簡的角色嗎 如果你對Louis Asi Louis Bess 觀念是正確的 Louis Asi 是接受電子的 Louis Bess 提供電子的 那它就是一個提供電子的角色 是嗎 最後生成是NA症 電子提供出來的 電子提供出來的 好 所以你必須要讓那來做一個 這個Akase的這個生成 很容易跟他們的名詞搞混 叫Akaroid 叫Akaroid L-K-A-L-I-B Akaroid 是什麼 是生物結 凡是一個環窗花爐裡面帶有N 這叫Akaroid 包括像馬啡啦 安提卡麵 所以先通通都是Akaroid 都是Akaroid 所以跟Akasa也會搞混 不要搞混 Akasa 只是一個ROV的結構 好 所以Akasa結構裡面呢 如果你把它放到這個本項裡面來之後呢 這個Vino 本來在前面這個碗類的裡面是用NA 到了Vino因為BTA成這樣死了 所以呢 你只要收電卡就要Sai 其他的話N 就足以把它拔走 拔走或是我們叫收電Binassa 所以你看到Binassa 這個Binno H被拔走了 放上Ide 這個Binassa 這是一個本分的離子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這個關鍵呢 它容易做這件事情 相比你把這個ROH 一個AQEthinol 跟N2混在一起 會不會發生事情呢 不會了 不會 為什麼 你把N2OH跟混在一起 你深層的這個ethinol 這意思來講好了 為什麼N2OH跟你的ethinol沒辦法去打措它啊 你的ethinol講這樣 理論上它如果刻意錯 它會長成這樣 對不對 理論上對錯是這樣子 相對來看 它真的作用的時候是誰作用 是NA跟OHV 那我要看誰啊 我當然看OHV跟我的C3000多OV 這兩個誰就叫不穩定 怎麼判斷 不穩定的意思就是O代負電 分子不喜歡帶電荷對不對 O代負電不穩定 這個O代負電環帶的是氫 這個O的負電環帶的是乙基 乙基是什麼 推電子基團嘛 所以我已經不穩定還是推電子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啊 我的不穩定性是大過它的 所以顯然 我搶輕的能力是大過它的能力 所以平衡是在這個方向 它是不會跑過來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為什麼這個可以做 因為呢我的O負跟這個OH負來講 它比它來得穩定 所以自然就往這個方向過來 為什麼它比較穩定 因為剛剛他給你看了共生式 我有共生式的產生 所以它是穩定的來法 所以酸減本來就是一個平衡 看著本來就是誰穩定 看本來就是誰穩定 看本來就是誰穩定 所以你最後再寫它的時候 就是說你不要 要去做出一個Binacide 我要做出一個這個 這個Akacide 你把它一個Ethanol 然後用一個N2H去發生反應 然後說你這樣可以得到一個RO負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酸減解的配對呢 也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今天這次我剛好來一談的 深層的這個Binacide 這個O負是可以在四個結構當中 做Biatron的這個Resence 轉換的 所以它會穩定的存在 另外一個重要的這個分子 跟OH很像呢 就是一個Cylo Cylo 定叫做這個流存內的分子 流存內分子齊臭無敵 齊臭無敵齁 如果你有操作過的話 不知道有沒有做過實驗 DTT啊 有用過DTT嗎 在做一些Dinature的實驗的時候 在跑膠的時候會用到Beta-Me 如果你有做過蛋白質電乳膠的話 那些呢都是帶有Cylo的東西 Cylo的東西都有非常非常重的味道 非常重的味道 這個Cylo另外的名稱叫Mercatens 叫Mercatens 尤其是你如果把它當成是一個取代器的時候 通常把它叫做Mercatens 叫Mercatens 不過你不會考你這個 Mercatens 很少出現 Cylo我們知道比較少 比較少去用它 叫Mercatens 的這個過程 那Cylo的這個分子呢 一般來講 它是一個很好的Nucleby 我們先講過嘛 因為Cylo的這個size-effect的關係 它是一個很好的Nucleby 它會去比較soft的atom 所以它會去攻擊 所以Cylo是一個好Nucleby 也是一個好的Nucleby 原因都是因為 你的負電帶在上面 可以極化 就會變成什麼很強的Nucleby 我的負電帶在上面 可以分散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Nucleby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運用的 一個化學的關係機關 你在比賽當中的回答 很多學過代謝的時候 是用到一個 這個Koe STO Koe Koe Koe喜歡用Cylo 它是一個關卡式的當作你的連接 為什麼 因為它升成快 失去也快 所以你很容易拿來當作一個 循環裡面的其中一個關燈機 你說使用AMYKoe嗎 AMY那麼穩定 你要打斷它就很困難 你怎麼把它當作循環中間的一環 對不對 那你又不能夠選擇一個 這個太弱 Koe的動作太弱也不行 反應器太高的也不行 所以呢 好幾種關燈機都要有利用到 比如像EASTER SYLEEASTER 還有DESSECRA 所以實際上SYLE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化學關燈機 那當化學關燈機的時候呢 各位都有看過 這個 比如說把一個 像這是一個 SYLEEASTER 這是一個 這叫什麼 乙瘤 乙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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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A相對OH的量是比較小的 如果這是OH 乙存的時候是15.9 如果是SH的時候是10.1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帶負電 乙存是帶O負 所以是帶S負 跟大家講過 S跟O是差一個週期 所以S非常大 所以油原子大 大概什麼意思啊 我多帶那顆電子 可以散佈在一個比較大的螢幕 所以 它可以把這電子給推散開來 比較穩定 所以 它的 EASTER 它的PKA 這個穩定性是比較高的 所以可能增加PKA比較小的 OK 那你如果是OH的時候 你會這樣看它就要15.77分的 這個位置 所以相對它是比較難被拔除的 如果把這個乙基改成是一個本環 它叫Bandro-SIL 這時候你的PKA 甚至只有到7.8了 甚至只有到7.8了 非常非常的酸喔 這個非常非常的酸 很容易掉喔 基本上你在環境當中 一點點的微酸水上 它一定在平衡 就一定在平衡 所以這是一個最後的這個 這個使用 利用它的一個觀念 那做SIL的部分 一般來想會用這個Hydro-SIL 這個就是利用它的SN2 去攻打一個這個AQL黑藍 完成一個SIL的反應 這個不太會討論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呢 你在一個蛋白質結構當中呢 你看到的結構是 你們有學過這個 三級結構對不對 三級結構是不是要經過摺點之後 把二級結構摺點起來 然後呢形成一個Tature Structure 那Tature Structure呢 如果你要讓它很穩定的存在 通常會含入一些這個DASAPI棒 DASAPI棒 它來自兩個 來自兩個互相靠近的SISPIN 的SISPIN 生成一個DASAPI 所以說DINATURE的時候呢 我們想說 做蛋白質DINATURE都會加DTT 都會加BETA DINATURE為什麼 它是還原劑 會把這個DASAPI給切斷 讓它回饒原來的SIL 這時候它就失去它的這個 多了這個五定能 然後就閃掉 DINATURE掉了 就打開來了 所以 非SIL跟DASAPI之間 這樣的關係是呢 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SIL是一個超反應活性的東西 所以在化學裡面 就是蛋白質標記裡面呢 SIL呢 非常的常常會被使用 做一些化學蛋白質的標記動作 標記的動作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SIL 具有很好的 新核心集團的能力 具有很好的 新核心集團的能力 它往往都會拿來當作 一個蛋白質結構的穩定團 所以 比較輕易的把你 蛋白質裡面的SIL 拿來做反應 它能夠讓你失去一些 它正確的生物國際 好 幫我瓦斯一下 我們今天大概只能 再跟你介紹一點 這個 ACO的合成的部分 啊 燈開起來 我們可以介紹一些 舊的反應 不是新的反應 純類的合成呢 基本上我們在 上學期 已經跟你教了一部分 還不少喔 好 那 新的部分呢 我們在下課才可以教你 但這裡大家先幫你解釋一下 你所學過的 這個 純類的這個 合成 有哪一些 你有學過的純類合成有哪一些 第一個 當然你知道的 如果呢 你用的是一個 SN2的反應 絕對可以拿來做一個 純類的合成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你今天拿到的是一個 這個 SU4 買 你把它架到一個 我這些 海豬要塞的 純類當中 這是一個 一級的 AQ黑欄 這是一個 好的 純類版 它就是做一個 SN2的反應 會不會生成一個 純的方法 做一個 純的轉換的方法 你就說哇 這麼簡單 原來乙醇這麼好做 有沒有人會這樣子做 沒有啦 笨蛋才會這樣做 為什麼 這個就從乙醇來的 你可以把它做回去 乙醇是可以得到 比較大量的原料 所以為什麼 將你這個東西 原性在化學合成的過程當中 你有時候可能會需要 利用乳碗類的這個分子進來 把關聯機轉換成是OH 提供一個方法 你讓你的關聯機 帶有離序肌的時候 引進一個Hydrosis 這時候做一個SN2 會得到相對應的Origy 的Functional Relation 關聯機化的反應 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們之前所學過的 上個禮拜 我提供了 這個STO-Lite 這個STO-Lite是什麼 指的是你的這個 三件的這個分子 它 當作是一個 碳的來源 純類的分子是什麼 碳達到碳系一個OH 所以你要知道出來是什麼 要做一個轉換 把碳做成一個OH出來 好 如果你從 這個STO來 做過來 我的三件的分子 遇到STO 遇到的周邊A 有到什麼呢 這個 這就是STO-Lite對不對 做到巴士後呢 它再加了一個 Bandellica 全類 加了Bandellica之後 會做什麼事情 上面跟大家講過了 這個 這個 劉奎還會打到這個 CO Cabonio 庫的三面去 然後到這 Cabonio 這 另外 Cabonio 這一個都會有存在的分子 第三個 我們來學過什麼樣的化學反應 去做這一些這個存在的合成 從什麼地方來 放LP 這邊是需要最多的 從雙面分子來 比如說這是一個Messio的Cycocity 這個分子呢 我要怎麼把它做成是存在的啊 很簡單 如果用酸性瓢墊在水裡面做 做什麼 也說VD的地區 記得吧 也說VD的地區 然後呢都要去搶物啊 然後這個產物 遵守Makonkov報道 遵守Makonkov報道 然後這邊還有什麼 回去幫我打補習 好不好 這邊學過的大學啊 打補習 現在是跟你講 會講比較快 然後呢 下面這邊是 這邊上面是做成一個 這個Hydroxy 做成UbO 下面呢 則是怎麼把它做成Dial 不要說事情不好 我們看看 除了這個方法 你還有什麼方法 做Makonkov報道 Osmoke is Anti-H 做一個Makonkov報道 對不對 這時候你可以打開來 再三個OH Hydrokov報道 做一個Anti-Makonkov報道 可以齁 那怎麼做Dial 怎麼做Dial 你如果用EpaSide 這個可以把做成是一個EpaSide的 這個管 MGBBA 做成一個 兩個三環中間體 還抓進去那個開管 做成一個Anti-Dial 你如果使用的是一個Osmoke 你做成一個同向的OH 這是在雙鍵所學過的 回去再把東西看一次 然後呢 下禮拜我們再跟你講 再會再跟你講一次 但是講比較快 所以你要先看 好 所以這些方法 都是你所學過 你已經知道 怎麼把一個雙鍵 再把它建立成是一個 還是算是一個Groove的方法去 好 所以我們下禮拜呢 就會從這個 這個所學過的這個地方 再跟各位介紹一次 但是會講比較快一點 我們重點要放在後面呢 跟你介紹這個 Ocanoma Thales的這些reaction 這個比較重要 好 啊但是 這個 你所學過的問題就不能忘了 因為它還是在 以你的課本來講 它是在課裡面 它同意講一次 但是這個都是我們教過的東西 好 好